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安住在空性的法位 意思就是 所有的万法都安住在自性本空的法位上 并没有什么生命真减的东西 像即使空 空就没有什么来气生命真减 就是永恒 世间像常住 在佛的角度 心性看出来这个事情是永恒的 所有的变化 眼根的明暗 色空变化 通通在心里面的影像 并没有真减 耳朵的动静的变化 也都在心里面 也没有什么真减 鼻子的嗅性 并没有什么真减 舌头的长性 也没有什么真减 只是因为你望直 虚妄的执着 虚妄的执着 所以说令心无所真减 这叫做修行 让心灵了解 没有什么东西真 没有什么东西减 令心无所真减 是真修行人 那为什么呢 视法住法位 世间像常住 视法住法位 也就是万法都安住在 自信本空的角度里面 因为妄动 所以成为生灭 因此佛为了破除众生对向上的执着 才告诉你讲 不尽 苦空 无常 无我 佛陀佛陀对二世能讲 二世能 他无法理解佛的境界 一切既然 无常 那么我们追求什么 因此他就很怕 因此佛陀说 常 我们有个涅槃 你可以去追求 这些在常的时候 佛陀说这个也不对 究竟里面并没有所谓的无常 和常这个观念 无常是观念 常还是观念 常是观念 如果是常 他就失去作用了 所谓清静置信里面 没有这个无常跟常的观念 性向等空 没有所谓无常和常 没有所谓静和不静的观念 空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对立的东西 因此就视法住法位 视经向强住 在佛看出来这个世界 它是永恒的 没有东西不是在心性里面 这个就是佛的境界 所以佛的心性 就是基督在净土 净土就是佛的心性 当下他就是 之所以讲 不静 无常苦共 我是对二圣人 或者对初级佛法的人来讲 不了解佛法 没有究竟的时候 只好这样讲 引导 到最究竟的时候 就没有所谓错节 幻化之相 完全都是真相 完全都是真相 换句话说 视法住法位 就是所有的法 安住 通通安住在法位 世间向常住 也就是证悟以后 世间向 它就是永恒相 为什么 缘起它是性空 所以佛陀讲这个永恒相 就是讲性真 因此相 缘起性 开发 出来 也就像 深山里面 一块金矿 把它开采出来 把它磨练成金矿 所以佛来世间 告诉你 视线给你知道 说 佛的永恒 为什么会死 佛并没有死 佛所谓的 没有死 是指本性的东西 不是指像的东西 说 佛如果不视线 捏盘 生灭的东西 那变成自己 打自己嘴巴 为什么 凡所有相 就是希望 相望 信真 佛视线是要告诉你 信真 不是你 不是告诉你 像 是永恒的 要了解佛的用心 是这样子 所以 言起如幻 所以在这个本性里面 求其迷雾 生灭来气 增减都不可得 通通是指如来葬姓 通通是指如来葬姓 所以 视法 住法位 也就是 所有的万法都安住在空性的法位上 世间向长度 在佛的心性看出来 万法都是永恒的 为了破除你的执着 才讲不净苦空无产无我 讲长 讲静 讲有我 无我都不对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根气不到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讲究竟意 看不减的 我 在这里 我 我 我